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体检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孕童身高 然后因为之前 伊娜确实有和 雄性的海豚进行交配 所以我们就怀疑 伊娜是否怀孕 之后就进行了 这个B超的检查 然后在伊娜的子宫中 我们确实发现了 这个胎囊 这时候我们就确定 伊娜已经怀孕了 在我们人工的 一个饲养环境下 然后我们这个海豚的 一个生产是比较稍微 比较困难一点的 一般的话很少 这个联系海豚的出生 因为一般我们国内的 海豚还是拼比比较多 人生的活动 不是只有海豚 因为我们有很多 海豚在河河 我们有河河河河河河河 因为他们有多连海豚温的 海豚游攻围 有很多 normal行 那ar efecto 可以向温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